Hakuro 大家安安 我是白狼 Hakurodiss 這一次決戰平安經濟小路難之後呢 開放了比岸華 S1賽季了 S1賽季了 好 再來就是 他這一次 29號的這個活動呢 有這個夏日慶典 這個是 那個 外觀啊 就是新的外觀 白狼的新外觀 這個15華燈 好像還有 只是 是 特價沒了 除之繁禮是 之前的東西 然後現在可以 他活動 是到 7月5號 還有錦衣 哨石 鬼死黑跟鬼死白的外觀 小黑跟小白的外觀 挖開 花開 比岸 嗎 剛剛跳掉 花開比岸 對 這是那個 比岸花 這是啥 禮包 還有這個 欸 慶典秘密 這個是啥 神秘碎片 極其 極其一定數量的碎片 可以兌換平安慶典獎勵 嗯 散滑性點就不用看了 再來就是 湊一下好了 我發現 我發現這個 搖的這個 繩子呢 他可以轉一圈 感覺蠻好笑的 第五十千 那 再來就 先抽個東西好了 好 這個很缺 然後 他背景是不是有換啊 這個 這個 藍藍的 藍綠藍綠的這個 接著就是 本次的重點啊 比岸花 他是走 法術 然後 你看 又是一萬兩千八百八十吧 不然就四十八 藍綠 然後 他是走 中路的樣子 每個法術應該是走中路 剛剛差點忘記那個是 叫什麼來著 第一個這個是藍色的 Fish 他覺醒外觀還蠻好看的 他還沒有那個 別的外觀 接著就是 欸對了 他難度在什麼 再簡單的定位 再簡單的定位 我剛剛發現 他連這個牌子 的外觀都改了 哦 對對對 還有這個 突然怎樣起來 這個 這個 他有新的 語音耶 這個外觀 平安靜點決議 白狼的新 的 外觀 然後 在上一次好像有說到 在滿八千的時候 會有那個特寫 我現在發現特寫 其實在左下角 然後 然後在上一次的時候 我有調過 換成這個 還沒有拿到外觀 直接選特寫 他其實也是會判定 會有那個外觀的 然後 剛剛好像試過是用這一套吧 就是 他這邊好像有什麼 互動語音這種 標籤的話就是 MVP的特寫 好像會有一點不太一樣 這一套 這一套就是這個 白狼的決議 外觀 再來就是 本次的重點 要來 講一下 比安花 比安花 比安花他的被動 乘風 被動效果 若持續4秒 會受到傷害 比安花將獲得15%加速效果 春泥護花 等確9秒 被動觸發 比安花使用技能命中敵人時 將為自身回復60%加50%法響點生命值 死亡之花 冷卻8秒 消耗50點法力值 比安花向指定方向試上死亡之花 對路徑上命中的敵人造成130%加60%法響點的法術傷害 比安花向指定方向釋放花種並指齊在終點綻放 對路徑上命中的敵人造成110%加55%法強 點的法術傷害 比安花向指定方向釋放花種並指齊在終點綻放 對路徑上命中的敵人造成110%加55%法強點的法術傷害 沒什麼用啊 呵 你乾脆就直接1秒就好啦 0.1有合作用 大招血之花海 冷卻50秒消耗100點法力值 比安花在指定位置召喚花海 並立刻對範圍內的敵人造成200%加50%法響點法術傷害 之後花海逐漸擴大 每秒造成120%加30%法響點法術傷害 發海存在期間 深處其中的敵人將持續受到20%減速效果 OK 然後 然後 既然是法師當然用這個可以比較好啊 就是用爆發啦 然後裝備方案 欸對對對 裝備方案用爆發 基本上法師選爆發都就可以了 然後 他的推薦裝備的話 你可以在 那個 備戰裡面 看那個 欸 推薦出裝嗎 就是看 大神出的裝 那這邊就先 開始吧 呃 剛剛忘記我要先幹嘛 先設定等級之後 把這個關了 這個是 員工 欸 然後 欸 金錢我怎麼忘記 用 調個兩半 然後 再來是他的一技 兩朵花這樣 兩朵花這樣 他只需要花4秒欸 滿等的 的時候 然後二技呢 這幾啥 看起來有點 有點漂亮 然後感覺他是一種恐怖的東西 呵呵 等確是差不多 四秒左右 6秒 在 滿等的時候 他是 1.3啊 還是覺得 那個 0.3好像沒什麼作用 呵 他的大招就是 會擴散了一個花海 然後範圍 範圍感覺 我覺得 滿 算小嗎 說小也不太 不太小 但是說大也不大 就是感覺還滿 中間的範圍 呵呵 他冷卻大概是20秒 對 他範圍沒有說很大 他魅惑是怎樣 魅惑的效果是什麼意思啊 他裡面有很多很多那種控制效果啊 有的 有的 我甚至根本不懂 那個效果到底是什麼 他現在出了這個 魅惑效果 真的 不太知道這個效果是什麼 有大大可以告訴我魅惑的效果 是幹嘛用的嗎 呵呵 不然我只知道嘲諷啊 還有那個 變形之類的 那種 控制效果 還有緩速 彼岸花感覺 走中路 確實是 有他的優勢啊 畢竟走中路的基本上幾乎 畢竟走中路的基本上幾乎 都是遠程 法師那種 那有的四神就比較 前期沒有那麼 應該說他前期傷害沒有說很高 比如那個燕燕羅啊 玩起來那個前期就是那個 傷害非常非常低 他到底生存力也是蠻低的啊 燕燕羅是屬於後期腳 不過 燕燕羅他可以走上路 只是裝備要 帶別種的 像是打自己在五龍小路南去上路 然後碰到燕燕羅 我差點被克死 呵呵 那這一次的 彼岸花 試完呢 就先插不到這邊了 就先插不到這邊了 我來參加 當然參加白狼的嘛 對不對 欸不一定有白狼嗎 召喚機滷味 什麼意思 是用這個召喚 活動什麼的應該是什麼 都講完了吧 那麼 那 彼岸花的試完 就先到這邊了 那接下來要講的東西 可能 有一點嚴肅啦 畢竟最近我收到一封留言 那個留言就 其實我可以不用管他的 可是這樣不行啊 觀眾那麼多 還是得 響應一下觀眾啊 對不對 那個留言是這樣啊 我第一次在玩那個 欸不是第一次啊 就是 也不是第一次玩啊 就第一次在拍這個 決戰平安金的那一篇 金魚雞的那一個 對那個留言 不是什麼好的留言啊 那因為那個是我 還在試水溫啊 所以我玩起來 可能就有一點 笨笨 有點蠢那樣 這邊就用那個 我老公來示範好了 這邊給他用 用 用 用郡主 然後 裝備方案的話 這個是用大神出裝的 陰陽樹這邊 我是用 網路上面介紹的 全部都給他弄生命 我第一次拍 決戰平安金的時候 可能有點蠢啊 就是 我可能不是 會議啊 因為 那是五月的事 五月的影片啊 所以我早就忘了 我可能就是這樣呆呆的這樣 站著然後 連走位都沒有走位吧 然後那個留言 他是說我玩很爛 欸大大 你知道 你是在跟誰講話嗎 然後 然後 我這個影片其實不是 只上傳到Youtuber呢 因為我很重視那種 那種分享 所以 我連FB啊 推特啊 還有巴哈 我全部都會 上傳上去 那你講那種 感覺不是很好的畫 基本上 所以 丟點丟到國外去 那我也沒有辦法說 強制說 你不可以這麼說啊 畢竟 畫拳是由你 但是 你要不要克制就是 自己的問題啦 基本上 如果你是無意的話 你可以用其他 比較好的 語詞來代替嘛 像是你講一個 我玩很爛 你就覺得這樣有點不太好嗎 你起碼 可以用個 你可以玩得更好一點 或者是 你可以用其他 比較好的 畫來代替嘛 你就這樣說一句 我玩很爛 欸大大 我那個時候 五月的試 我是在試水溫 我是在試水溫 難道 你連 給我練習的機會都沒有嗎 你這樣是不是有點太過分了 就好像是 蓋房子一樣 你要先把 那個基底給建出來 那我現在就是在 建基底這一塊 那你的意思是說 我連建基底的這個 動作 都沒有權力嗎 你雖然 這麼說是 講完很爛 雖然是 可能你只有那個意思而已 可是別人看他會怎麼想 這真的是 一個蠻 就是那樣的事啊 那另外又是 我是覺得 很多人都在 這邊 那乾脆講直一點的就是嘴人啦 就是一直嘴人嘴人那一種 我真的很想跟他們講說 拜託連 推塔都來不及了 你還有時間 在那邊打字嗎 你到底想不想贏啊 然後 我個人以前是覺得說 放 就是那個啊 不是在打 那個 不論是自殺還是未宅而戰 都會有那個 投降的按鈕 那我個人是覺得以前啊 以前的我是覺得 既然都已經 那個 成語怎麼講 大事一定啊 就是 看看自己 已經明知會輸了 然後 還沒有按投降 就個人 覺得啦 以前 以前的自己覺得說 這樣 再浪費時間 可是 現在 覺得是說 我們要有那個嘛 運動家精神 輸了一場又有什麼了不起 拜託 我之前 不知道連續輸了 輸了幾十場耶 連續喔 我直接從得夜升三段 掉到得夜升兩段 但是好像不是輸那麼多場 但是 不得不誇事啊 你知道嗎 再來就是 因為我是 拍實況的 一定要 邊玩邊講話 這樣就有一點 更難玩了 你知道嗎 就是希望說 我這些話可以給各位一些好的觀念啊 畢竟我的影片真的不是只上傳到YouTube上 可能以後也會有更多的平台讓我上傳 那時候 我是真的連打野跟上 路的那個觀念都還不懂 現在是 上路的話用小路難就OK了吧 只是打野的部分的話 他觀念真的要非常非常好 打野 打野雖然是 比較好玩的 路線 可是 也是最難的路線 因為你要掌控每一條路線 因為你要掌控每一條路線 上路的話 只要 注意下方的那個草叢有沒有 打野過來就好了 中路的話只是上下 那下路的話 純粹就是輔助跟那個射手 打野 打野的話觀念更不一樣 你要注意 十句有沒有重生 然後又要 注意你的那個 其他路線的 隊友的血量 還要過去幫忙 然後看中路如果沒有 就是看各個上中下 路都沒有人的話 你還要過去幫幫忙推兵線 打野要做的事情其實蠻多的 可是那個時候我就不太懂那個 打野 的觀念 然後導致我 被人嘴 那個時候我完全嘴 然後他一直狂嘴我三次來五次吧 可是大大 那個是電腦啊 如果是你打自治賽的話沒關係 你可以講我這樣 那是我的錯 可是我打電腦 就 跟剛剛的話一樣啊 難道我連練習的機會都不給我嗎 難道我連練習的機會都不給我嗎 這樣真的好嗎 我是真的覺得這樣可能有點不太好啊 這只是個人觀念啊 然後其實我想跟各位講一下 我在國小還是國中的時候 就被那種流言蜚語 給講到有心理陰影 然後我現在的話就是 畢竟一直藏在心裡也不是辦法 所以還是要出來面對 這樣比較好不是嗎 差不多 多 只要講應該也有講 差不多應該都講完了吧 就真的不曉得各位觀眾會是怎麼想的 畢竟拍片的人不是你 大家實況其實是一件很難的事啊 你要邊實況邊玩遊戲 又要講話 那如果有 別人一起實況的話 那你還要跟別人講話 那豈不是 那豈不是 男上加男 對啊今天在實況的人 不是你耶 總歸一詞就是 尊重 真的是要尊重 畢竟每個人都是會出錯的 畢竟每個人都是會出錯的 每個人都是要從 一開始 要練習的 你不是天才 不是什麼東西一開始都會 像我決戰平安金雖然是4月 多開始玩的 但是 我不是什麼天才 所以到5月的時候還是要4水溫 還有什麼其他的遊戲啊 像是 呃 像是那個啊 七日 永遠的七日之都 在一開始玩的時候 也是要4水溫嘛 是他的介面啊 是他的那個玩法 遊戲玩法 那其他的遊戲玩法跟決戰平安已經差不多啦 只是他的模式 不是推塔就是了 這個代號MOVA的遊戲 他是推塔遊戲 不是殺人遊戲 所以 請不要沉迷於殺頭之中 那個只是一個手段 畢竟 這個遊戲還是要跟 隊友一同 遊玩的啦 差不多就是這樣 就是 聽到 應該說看到啦 那個那種留言 其實我真的覺得 不是說很高興之類的 畢竟那個留言是 態度不尊重的問題啊 雖然很多很多的 那種 比較經驗豐富的那種實況主啊 一定也會有 這種 幾些乖乖的留言嘛 但是他們還是能扛得過來啊 如果哪天我被那種 更多的那種 留言匪語 講到 沒辦法 拍片的話 就是沒動力拍片的話 那起了是 觀眾的損失 所以 我還是要 該扛就 該扛啊 要忍耐就該忍耐 畢竟拍片 是我拍啊 該不該拍的權利也是 在於我啊 但是那種留言的權利 能不能管制 這不是我的問題啊 留言是觀眾的權利嘛 但是該不該留那種 不尊重的留言呢 就是觀眾的問題啦 我個人是覺得 對這類的問題真的 很深啊 感覺就很深 對 有些話我還不太會講 所以 我才在用這個 錄影的方式去 去增進 我的那種 文齒 所以 我有的話可能會講錯之類的 那有的時候 因為 在拍片嘛 就是 在 同一部影片 講的話可能 跟 下一次講的話 有點不太一樣 那有可能 又會有那種 我拍一拍 然後忘記我剛剛講什麼話 這種情況 也是會有的 畢竟 我拍片要管的事情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沒有辦法把任何的一件 事情弄到非常非常的 那個 弄得非常好 畢竟 嗯 我不是什麼天才也講過啦 什麼事情都要練習啦 所以 那種留言的話 也是盡量不要出來啦 真的要留言的話 你就留比較好的那種話 讓別人也會比較好啊 對於那種不尊敬 的 回覆呢 其實我也不會說 不尊敬怎樣啦 雖然你不尊敬 我是 沒必要跟你 尊敬的啦 但是 我們有素養啊 我們該尊敬還是要尊敬啊 畢竟我們有素養 所以 你留那種 文章就 就 我是不會 跟你們留言那種 雜雞雜巴的話啦 我只會用比較 婉轉的 修辭去跟各位 回覆 就是這樣 那這一次的影片 就先差不多到這邊了 如果你喜歡我影片的話 請在下方 頂個喜歡 也可以按下訂閱和旁邊的小鈴鐺 時事追蹤我 還有宣傳我的頻道 我是白狼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從小鈴鐺 從小鈴鐺 我記得 我們下次再見